第十一章 彼得辨白及外邦人施洗的事 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 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上帝的道 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 那些奉葛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 你进入未受葛礼之人的家 和他们一同吃饭了 彼得就开口 把这事挨刺给他们讲解说 我在约伯成女祷告的时候 温柔障碍 看见异象 有一物降下 好象一块大布 系着四角 从天聚下 直来到我跟前 我定睁观看 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生畜 我野兽 昆虫 并天上的飞鸟 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 彼得起来 宽鳥 我说 主啊 这是不可的 凡族而不结淨的物 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 第二次 有声音从天上说 上帝所结淨的 你不可当作族物 这样一年三次 就都收回天上去了 正当那时 有三个人 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 是从该撒利亚 差来见我的 圣灵吩咐我 和他们同去 不要疑惑 同着我去的 还有这六位弟兄 我们都尽了 那人的家 那人就告诉我们 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 站在他屋里 说 你打法人黄约柏去 请那称呼 彼得的西门来 他有话告诉你 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 我一开讲 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我就想起主的话说 若汉是用水施洗 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上帝既然吸他们恩赐 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吸了我们一样 我是谁能难阻上帝呢 众人听见者话 就不言语了 只归荣耀与上帝 说 这样看来 上帝也赐恩及爱帮人 叫他们悔改 得生命了 教会 轻盛 在安提亚 那些因斯提反的事 遭患难四散的门徒 直走到肥尼基 和居彼路 并安提亚 他们不向别人讲道 只向犹太人讲 但内中有居彼路 和鼓励内人 他们到了安提亚 也向希腊尼人传讲主耶稣 主与他们同在 信而归主的人 就很多了 这封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 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 走到安提亚为止 他到了那里 看见上帝所赐的恩就欢喜 勸勉众人 立定心智 行狗靠主 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 被圣灵充满 大有信心 于是 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门徒初次 称为基督徒 是在安提亚 他又往大数去找素罗 找着了 就带他到安提亚去 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 和教会一同聚集 教训了许多人 门徒称为基督徒 是从安提亚起手 当那些日子 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亚 内中有一位 名叫亚家部 站起来 直着圣灵 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 这事到格老丁年间 果然有料 于是 门徒定义 照各人的力量捐钱 送去 供给 住在犹太的弟兄 他们就这样行 把捐汉 托巴拿巴和素罗 送到 众长老那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